陈鹤遗请张子萱让两人曾饱受压力 经报张子萱有婚时 当时还没离婚 跟陈鹤在一起时到底是出轨 还是正常交往让外界猜测纷纷 近日张子萱的老公梁依柳更新微博 一方面宣布自己出狱 另一方面也暗示 与张子萱已成为过去时 梁依柳称 当事儿成为故事时 把她亮起来 放在太阳下晒个透 回酒谈笑时 顺便再下下酒 不念过往 尊重当下 This summer I'm back 虽然杨依柳到处出狱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她始终低调潜行 这次根拨 每预示着 她将重新活跃起来 连语中也已经放下过往 似乎与张子萱一再无交集 承贺张子萱在一起时 杨依柳刚好在狱中 外界都曾调侃承货 等杨依柳从狱里面出来 一定会揍她一顿 如今杨依柳承货自由 朋友继续调侃承货 要顾好保镖 小心被揍 也许有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